她是一位手法细腻又敢于大胆创意的设计师 我非常喜欢艺术热爱生活 但我希望把我的这些生活美学融入到我的设计面 她的设计讲究空间的合理性和功能上的细节 加装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每一个步骤都缓缓将口 交换空间 交换精彩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王小千 今天这期节目还是在北京来进行拍摄 第一个家庭他们家的结构是这样的 爸爸负责在外面赚钱 妈妈负责在家里全力来关注孩子的学业 这样一来就无暇顾及到家庭的装饰装修了 第二个家庭的结构是爸爸也是在外面负责赚钱 妈妈负责在家里带宝宝 妈妈本来是可以把家做得很漂亮的 而且做得也挺好的 可是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 他们家的第二个宝宝降临了 出事了 这样一来家庭成员变多 对空间的要求相应的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而且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宝宝 她也无暇顾及到再来做家庭的装饰装修 这样的话就把这两个难题交给我们的室内设计师了 问题是参加今天交换空间的两位设计师都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信心 是否有把握把这两个空间给改造好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两个家庭以及两位设计师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胡锐 在做设计上呢 我不喜欢被某种风格来拘拟自由的思想 我喜欢抛弃那些形式主义 认为适合就是最好的 但同时作为北方女孩呢 我天性非常乐观 喜欢艺术 热爱生活 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能融入一些生活美学 将它们融入到我的作品当中 希望我的业主能通过我的设计 能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家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每一个步骤就缓缓将口 我来自安徽 在北京一直从事实力设计行业 大大小小的案例呢 做了非常多 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但有的时候呢 也觉得不足 所以呢 对于每一个案子 我们也是在反复地去推销 我一直在带领着我们的团队 在努力地改进和创新 大家好 我是陶春 我是家里的先生 赵正 这是我儿子 赵正能 这是我的女儿 小茉莉 我和我爱人呢 是06年结的婚 我们到现在结婚整整十年了 我们都是河北冲德人 我们是高中同学 我们11年搬到了现在一个家里 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多了 因为住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家里很多东西呢 都需要更换 尤其有一个宝宝 所以呢 海岩次会摆房间弄得比较乱 去年呢 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 那么家里呢 更显得比较凌乱 我们需要更换的东西也很很多 希望我们设计师的专业设计 能给我们家带来更多的改变 给我们增添更多的新鲜气息 非常期待 你好 你好 我是咱们那位江湖空间的设计师傅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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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宝 太可爱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 我喜欢就是房间里明亮一点 但是呢 有一点丰富的颜色 对 对 对 有孩子 还有就是我们的房间呢 没有设计感 只是简单地摆一些家具 但是谈不上什么设计 好多自己的想法呢 出不来 对 就比如说这儿 我们俩特别想改这儿 我想过要弄一个酒柜呀 或者弄一个休闲区域 但是自己完成不了 那这样呢 我呀 我就比较简单了 我其实就想把这个餐厅区域好好弄一下 因为我平时呢 就喜欢喝两杯 你看我这酒柜上摆了好多杯子 但是没有地方挂 是 我希望有一个能挂酒杯的地方 好 好 没问题 所以拜托了 好 交给我 交给我 小茉莉的到来呢 为这一家人增添了许多欢乐和色彩 哥哥也成长懂事了许多 在这次设计中 我希望在客厅里为小茉莉打造一个专属而独立的小空间 也为哥哥做一些体现男孩性格和张力的设计 希望通过明快的色彩对比 巧有力造型感的设计和生机勃勃的绿植 一些充满童趣的家具 能够陪伴两个孩子的快乐成长 大家好 我是张雪飞 我主要负责家里的衣食住行 照顾这个即将上小学的儿子 我老公是吴春友 他是完全的主外 在家里的 他希望成为一个甩手掌柜的 所以这个掌柜的正在狂奔的路上回来 2003年 我们买下了这套房子 用仅有的工资和家里的一些帮助 简简单单的完成了这么一个装修 今年已经十几个年头了 所以我们也想着重新装修一下 您好 我是设计师周军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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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来 这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村高 你看到了 特别高 又不低 我比较喜欢 不低 对 但是他西南角 这个采光特别的不好 我就希望能多一些采光 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们玩具特别多 能不能多一些收纳的空间 收纳空间 对 再一个他爸每天比较忙 就特别紧张 那种生活快节奏的 在北京都是这样 压力要大 所以我希望他回到家里有一个特别轻松那种环境 能卸下所有负担 让他休息 这次的设计作品我给他取名为《蓝色多脑河》 设计思路起源于清新的色彩 清净的河水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蓝色是一种博大的颜色 蓝色给人感觉也是极其向上头 是想一家人住在蓝色的港湾里面 听着欢快的圆舞曲 是多么的浪漫 又是何等的温馨 在正式的开始交换装修之前 我要特别的感谢有家有爱有 欧凯欧凯家居集团为我们提供的 各两万元的家装基金 另外呢 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 各价值一万元的家电基金 希望大家能够把活干好 好吗 加油啊 好 48小时倒计时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搜集之前呢 我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现在您可以拿起手机摇一摇 参与互动 迎家装好礼 感谢本栏目的新媒体互动合作伙伴 宇红防水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搜集过程中 蓝队来到了一个加工厂 回一次来 这有意思 对 这边的话咱们呢 就是对方家里要做一个雕花 今天咱们来到这个现场 就是这个雕花制作的一个加工厂 然后雕花制作的话 这边有四个 我准备把这个一会把这个图 跟他们沟通一下 做成这种造型的 但这种造型它有几种材质来做 对 你像第一种这种材质的话 这个是松木的 松木 人家说雕花用什么材质的话 松木可以做 然后像这种呢 就是密度版 是凹松版的 它稍微相对来讲 比它薄一点 要这种呢 它就特别沉 这是橡红的 这种做法也做贵的 还有这种PVC的 这种 对 纯白的 就是密金 每个出效果都能出效果 价格不一样 所以现在的话 一会我们就跟这个师傅 沟通一下 做这种造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 可以看到 太好玩了 木雕 对 木质雕刻 在这里 只要在电脑中输入有你想要的花纹 机器就可以在多种板材上雕刻出精致的图形 红队这边 设计师想挑选一些精美的陶艺视频 来 看看 这是咱们今天为他们家选的盘子 哇 这么大个儿啊 漂亮吧 这个是装水果啊 不是 那是咱装东北的大顿菜吗 也不是 其实这个呢 咱们是作为他们家一种墙面的装饰画 装饰画 对啊 你看这个盘子啊 它上面这个用料非常非常漂亮 是手绘的 你看这颜色是一种渐变的 然后感觉有一种韵染 它像一种 像整个一个田野似的 像一幅油画 但它又比油画的质感更漂亮 所以我们把它呢 作为他们家墙面的一种装饰 咱们定位他们家是那种很北欧 很自然 很阳光的感觉 所以这幅画呢 又有景深的效果 你看 它像一个梯田一样 有景深的感觉 所以另外它上面的颜色跟咱们的这个主色又有一定的呼应 所以咱们把它当为他们家墙面的一种装饰品 可是这个分量很不充 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后面 有这绳可以从这边穿出去可以挂 是非常贴心的一个小设计 对对对 这不错 施工开始了 红队电视墙的装饰比较特别 设计师 这个墙面很特别 它是一种什么板材吗 它不是板材 它叫水泥美颜板 它的这个基础材料是奥特兰水泥 加这个植物纤维做成的 里面没有含有害气体的石棉 所以它非常环保 另外它里面有一种特别特殊的东西就是水泥细口 它可以调节顺利湿度 所以非常宜居 你看它表面基础非常自然 就是我们要的这种很自然的感觉 没有任何漆啊就别的处理 是 刚才我摸了手感特别的光滑 对对对 我们就要很自然的感觉 这个才是靶材的 这叫松靶 它是用这个木质的碎屑 然后它是热压而成的 里面胶很少的 所以它也非常环保 很适合它们来 因为那家宝宝比较小 对啊 所以我们用最基础的材料 然后让它有一种 出售可得的这种自然的感觉 蓝队这边 设计师以蓝色涂料和石膏线 作为墙面装饰的基础 怎么样感觉 自己选手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觉得这蓝色怎么样 我是挺喜欢蓝色 但是为什么要喜欢蓝色色料 因为咱们是蓝色的 对 开玩笑 开玩笑 实际上咱们这次给对方家做的话 这个 这次的设计的名字 取名叫蓝色多脑红 所以呢 大面移的这种墙面的颜色 取用 选用这种蓝色的墙漆 作为基调来刷 那为什么选用这么多石膏线呢 我这次用石膏线 第一个方面主要是抗这个造架 因为它的造架比较便宜 第二个方面呢 在墙面上 它有区域的画分感 它很对称 它在底上看到了吗 底上我们用的是那个灯托 它跟一朵花一样 但这个灯托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装饰 装饰节的一个作用 我们再看那个周边的那个石膏的角线 这个石膏的角线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有两种作用 第一种作用它就是装巢 为什么是不说丑呢 因为很多房子它原有结构不平常 它可以把不平等的地方给它遮起来 我们起码这整面墙用上这个石膏线 分成三下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高度大概是六十五分左右 中间还有一组腰线 上面再有一组边框 再加上底上的线分成四个部分 这样的墙面的这种造型 一体感会更强一点 红队这边 设计师选择了另一种更深的蓝色 作为空间的基础色 不太适合 如果要是我还是比较小明亮的白色的墙 这种蓝墙放在屋子里面 我觉得不是很好 怎么说 反正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设计师只能有他自己的 一些整体的设计和想法 咱们先可以先看一看 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一面墙而已 其实我用的这个蓝色它不会显得压抑 首先我用的这个蓝色它是作为背景色的 它是在于这个比例用的多少 大部分颜色还是用的这种高级灰的中性色 另外我们在设计中软妆配饰 进行一些黄色跟蓝色进行对比 它蓝色跟黄色能调和出各种各样的绿色 绿色代表生机的颜色 所以我用的这个蓝色 这有加了一堵墙 没错 这加了一堵墙 有这种作用吗 对 怎么考虑的 我跟你们讲 咱们这次改造的话 这个墙是重中之重 它解决了太多的问题 你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原来的卫生间的门是直对着客厅的 现在有了这堵墙 它形成了一个门厅 那个卫生间和客厅中间 它多了一个过渡空间 你想那会儿如果家里有客人 正吃饭在顶上 你说有谁要上厕所呢 尤其是闹路的 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 现在有了一个空间过渡 心理上会很舒服 对 对 你看 第二点的话 原来是没有独立门厅和悬关的 我们现在有了独立的门厅和悬关 它功能呢 第一 美关了 第二个方面 减轻了主要做家务人的这种劳动的时间 对 沉总带不进来 沉总带不进来 对对对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格局的改变 不知道我们的业组能不能接受 这就比较担心 而且特定比一年小了 不让他们担心 你俩担心 其实我比你们还担心 但是我觉得吧 设计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居住者使用上 一使用上是越来越方便 我想呢 原来呢 它不加这个墙 它也只是一个人性过渡 从入部门进卧室 进厨房 进卫生间 对 现在呢我们只是把它浪费的面积 给它合理的利用起来而已 嗯 用起来越方便 方便 越方便越喜欢 换好了吗 好 没问题就是这个位置 这幅画是挂这儿的吧 对 没问题不要动了 对 好 定好了 好 好 来把这个关上 好 所以这个画应该是树子挂吧 这横着画 横着画 对 它后面应该是树子挂的 因为这个画以前 它是一个几个型 所以它这个思维比较自由 我们就横着树着都行 因为我们为了咱们这个整体的比例 所以横着好看 这样子是吧 对 来吧 设计师 我记得他们家以前那边是沙发 这边是电视 对 然后现在对调了以后 空间变大了 是 咱们买的电视跟沙发都被对调了 原来一进门就堵一个大沙发 所以显得比较拥堵 动线也不好 另外呢 沙发这段墙 比这个电视墙要短 所以原来只能放一个两个沙发 旁边什么都放不了了 现在咱们旁边放个小编辑 放个小单人为沙发都可以 另外你看这道墙 它本来是轻体墙 但轻体墙就总的来说 没有成功墙 它这个隔音更好 旁边又是这个宝宝的房间 所以我们把它对调过来之后 减少噪音 考虑得太周到了 这个特别好 我觉得 进门的玄关处 蓝队采用了雕花板装饰 设计师 这个雕花板放在这还挺特别的 是啊 它就是我们苏街市买的雕花板 用酒离凹风板制作而成 更新的 它这块我给它砌了一堵墙之后 首先呢我觉得光线比较暗 所以呢我在这个雕花板的后面 给它加上了T5的管灯 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里面对 然后呢玄关呢我是 你看上次我们看的雕花板有中式的 有欧式的 咱们都没用 我是用这个跟波浪形状的一些造型 嗯 然后灯光通过这个造型打出来 这个这个亭既美观 而且都还不安 嗯 所以美观又明亮 对 但是这么大一个空间 只作为美观 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那肯定不能了 这个将来后边 将来这块的话 要给它放一个玄关柜 可以当作鞋柜来使用 哦 这样就很方便了 对 然后呢在这换鞋 可以跟我们的房间隔开 对 尘土都留在这里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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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一种管中配包的感觉 怎么了 昨天的大蓝墙 我一点都不喜欢 然后又觉得特别压抑 嗯 害怕对方的夜主也不喜欢 但是今天加上这装饰以后 一下子层次感立地感就出来了 特别有动感 我想现在特别喜欢 是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蓝色的漆 它是不是主色 咱们主色还是中性色 它是作为一种背景色 这个柜子虽然它是欧松版 但它是属于黄色系的 蓝色和黄色它俩是对比色 所以一下 这个蓝色就把这个黄色衬出来了 它整体的立体感是非常强的 哦 那反正我觉得这个 如果安待我家里的话 我是超级喜欢 是吧 那跟昨天的那想法 完全不一样 对 好吧 那咱们赶紧加油干嘛 我来不及了 好 大家好 我是深圳设计师刘金光 亲目 乐活 爱生活 这套作品主要呈现的品质 没有华丽的装饰 没有传统的电视背景墙 没有多余的设计 所有的精彩都源于功能 源于生活 把舒适自然随意地散落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一本书一杯茶一个阳光的午后 我们在整体的框架其实是一个现代的框架 大家可以在书柜啊这些空间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以大量直线条的空间结构型的这种构造 来让这个空间显得更加简洁大气 我们希望就是让整个客厅摆脱传统的客厅的方式 就是加入更多的这种家庭的生活乐趣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客厅 并没有安置这个电视机的位置 而是以大面积的书柜和两张主人和小孩 一个互动的一个书桌为主体形成的这个客厅区域 而且沙发的方式也是属于这种对坐的方式 因为我们希望说让客厅成为一个家庭的中心 让家庭生活变成主角 更加增加这种家庭的生活氛围 其次就是说让书的这个概念进入到整个家庭 就是整个更加充满这种书香气 然后整体我们的色调主要是用到一些白色木色为主 希望能带着这种木的温度 让大家就是能在家里面感受到这种更自然更放松的一种氛围 而且我们墙面进行了大量的留白 通过砖纹的机理让它产生一种淡淡的产意 在空间温和的氛围里也不乏有些原始的个性化的趣味设计 比如这面干净自然的素白砖墙 一片山水之间 几片荷叶枯藕 实现功能与美观的完美结合 客厅的两张桌子我们结合了中式调案的设计 但是因为考虑到小孩的身高的使用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这样的叠加式的处理 所以并没有说做成一个这样Z字形的这种简单的 是通过这种两个这种调案的一种叠加的方式 让它更加的显得有趣味性和更加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食用 特别要强调就上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山水型的书架 这是我专门为这一套作品设计的一个书架 我们希望说觉得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有这种山水的这种概念和记忆在里面 我们希望让它在这个空间里面得以体现 厨房与餐厅的设计很通透也很实用 尺寸恰当的小吧台将两个区域连贯起来 餐桌我们用了枕木的这种桌子来做餐桌 我们希望让还是把这个木的这种元素更做得更极致一些 让它把这种材质感带到整个空间里 而且餐椅我们也没有选择传统的统一的餐椅的方式 而是一边是一条凳一边是椅子的方式组合 我们希望说让大家更加回归到儿时的记忆 就是以前小时候做那种板凳的那种概念 对希望让它更加有故事感 通往卧室过道的设计很独特 半开放式的洗手间让空间多了一份灵动 走廊我们设计了三三这种隔山的门 其实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 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开放的洗手台 然后洗手台它需要一个跟客厅有一个这样的遮挡作用 然后我们做了一三这种隔山的屏风 然后我们希望说再做一系列的呼吟 因为其他两个空间都是一些可半开放的一个空间 它并不需要太多的隐私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推拉型的这种白叶门 让它形成一个序列感 在整个本身其单一的一个过道 形成更有序列的这种隔山门 让它整个空间更挺拔一些 然后更有这种空间感 其次也是能让整个空间 更还是带着木的这种感觉 然后带着这种单单的产衣在里面 卧室的设计延续了客厅的整体风格 温暖的色调 原木的自然清香 还有枯木上的岁月时光 满满的都是生活带来的情怀 靠着窗户那边我们设计了一个梳妆台 那个梳妆台是我们专用为这个设计而定制的 我们希望它能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像一轮明月 然后有一些树枝遮挡那种月上眉梢的这种感觉 让整个空间就是透着这种中国人的 独特的一种东方气质在里面 接下来是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时间 大家都吃过那道菜吗 叫做铁板牛柳 在铁板牛柳当中就包含着我们今天旧物改造的命题 不是那个铁板也不是底下的那个木板子 而是这个 锡箔纸 你看 这样的 这锡箔纸它是非常具有装饰性的 无论是它没有褶皱的时候 还是有了褶皱 你在那里它展开的时候 它都非常具有装饰性 今天这个命题呢 我觉得我非常期待能够有一个或两个精彩的改造 今天我们改锡箔纸 这个锡箔纸银光闪闪的 让我想起了儿子小时候戴的这个银锁 那咱们可以用这个锡箔纸作为图装饰化 图案的就选择这个银锁的图案 应该是比较美观 而且很有 还挺有民族特色的 对 那咱们就先用锡箔纸把它剪出一个银锁的图案 我们粘的时候呢 把这个亮光粘在下面 可以让压光的在上面 看起来更有质感 然后点缀呢 可以用压光的 这样的有反差 应该看起来更美观 然后呢 再用锡箔纸呢 全成一些球或者是条 作为装饰 然后粘在这个锁的上面 应该是很美观 而且很有银体感 那要做成这样一个 比较精致的东西 应该很花费时间吧 咱们还有点时间 可以慢慢做 不着急 好 我觉得用它来做相框 银银的亮亮的 会是不错的 我拿这个纸板 先剪出相框的造型 然后把锡纸贴上 我觉得它会很有创意很特别 揉一下干嘛 揉一下它会有亮亮的感觉呀 这样做起来才会更特别 更漂亮啊 怎么样这个行吗 哦 这做完了以后还挺漂亮的啊 嗯 但是一个有点太单薄了 如果我们做成一长串 我觉得把它连起来会很漂亮的 好啦我们红蓝两队选手的旧改造呢 已经做完了 我们先来看蓝队的作品 蓝队的这个作品呢 很有创意 看 是一个手工的立体画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非常像一个引锁 并且充满了少数民族的风情 这全部啊都是用锡箔纸 凝凝凝凝凝 粘粘粘粘 啊做成的 非常漂亮啊 那我们红队呢 费的手工也非常的多 心思呢也花的不少 来看看他们做成的是一个组合的 镜框 相框 你看 有心形的 有不规则的 形状的 有星星形状的 然后往里面放自己家里人的照片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场呢 有50位交换空间的热心的观众 请大家呢 投出自己的一票 30票比20票 20票的自己认领一下了吧 我们 你们认领一下 不 确实因为他们做的这个啊 手工非常精细 而且非常逼真你知道吧 真的是 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那个 引锁 嗯 而且是非常具有少数民族的那种感觉的 嗯 有艺术法 有艺术法啊 这个深色的衬底 把这个衬得更加的荧光闪闪 嗯 很漂亮 来吧 这一套是你们家的 哦 谢谢 这套更全的 哇 是你们家的 谢谢 不客气 好了 接下来大家就好好的准备一下 因为马上就要收房 嗯 这个空间设计呢 我自己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这个格局的改造 格局上呢我增加了这个独立的门厅 以及玄关的功能 让这个主居住者本身的这个私密性更加的完善 另外的话也让这个空间有效的过度了 我呢在这个色彩上大力级运用了这种蓝色 那么我用米色和白色作为辅助色 那么最后这个红色就起到了整个空间色彩画龙点进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整个空间的色彩它层次比较分泌 看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我个人比较满意也是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空间格局的改造 那么增加这个门厅它减少了客厅的面积 这是我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也担心对方他能不能接受 对方的影响 今天我们不够的影响 并非误会认语 我们现在开箱的关系 嗯 你啊 我或者为千万人在这种黑色的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都凉了 是吧 来 我往里近一点 好 你们俩排排站 我们看现在是无限惊喜还是无限惊讶还是都没什么感觉 都有可能的 拿眼镜 准备好了没有 我都要看一下 因为看不见了 好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来 三 二 一 天哪 这就是我们家吗 有个问题 这是无限什么呀 这是无限惊喜 无限怀疑 惊喜啊 惊悚 惊恐 什么都有 太漂亮了吧 这颜色也特别好看 天蓝 天蓝色的啊 天蓝色 你知道这个蓝是我儿子最喜欢的 我一直都喜欢这样 是吗 为什么他无限为什么喜欢这个颜色 他从小就是所有的都要蓝的 男孩儿嘛 对 男孩儿 这一房太漂亮了 这有没有发现这边是有变化的 这是你的中央发现了吧 知道 然后这儿加了一堵墙 好 漂亮 是吧 这是属于一个叫门厅的吧 门厅 玄关 这一堵墙 就这堵墙也是现架出来的 对对对 对吧 就等于说家里玄关可以放鞋柜 对 地板也是换了 地板全换了 对对对 然后呢这样进来 原来你的餐厅在那儿 对 餐桌在那儿 现在就放在这儿来了 就借新加出来的墙 就借这一堵墙 因为你原来他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你原来一开门 正对了一个卧室的门 对 而且还能一直看着那个 那边卧室的门 对 那边卧室的门也是一下子就能看到 对对对 对吧 然后你以前你沙发摆在这面墙上 对 就等于说卫生间的门是冲着这个沙发的 对对对 反正就感觉一是门比较多 二是感觉不太好 就是层次一点都不分明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一改以后 我觉得颜色就是心动了 心动了 对 然后觉得色彩特别的分明 然后层次呢一感又强 层次感又强 我得怎么感谢设计师啊 你再看看 你再看得仔细点 原来沙发不是在这边墙上吗 对对对 现在他给你180度转到这边来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 从门那儿即便往里看也看不到什么 就是看到的电视柜 对对对对 这个沙发是我最喜欢 你看这个窗帘吧你也喜欢 对对对 你再看那个颜色 你再坐一下 不是我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沙发 这样的沙发是什么样的沙发呢 就是短小的 然后上次还跟他说呢 别弄大的 大的我已经做够了 以前你们那面墙上的沙发很长 对它是一搭六 它是重的快三米的那种 那种沙发嘛 一搭六 这样的话我觉得特别好 家具也都是反正有更多这样的颜色搭出来的 你知道我们家就是因为有孩子嘛 就多少年都没用过这个茶几 因为它磕碰了 现在它大了 大了 所以今天有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兰仇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无限最最喜欢 它又喜欢胡蝶又喜欢蓝色白色 因为我的生活除了我老公就是我儿子 我是那种就是东北人啊 要么我就全身心的口入这个生活的家庭 我希望我是这样 六岁的孩子都交到初中了 厉害 来看看梁牌这边啊 原来这不是有好多架子吗 对对对 给它就是拆了 然后呢就保持一个通透感 因为那边给你加了一道墙 如果这边还有好多架子的话 会显得你的客厅特别小了 就小了 然后呢你这是以前的房子比较老的那种结构 它有一个这个 要重重的 对就不能动 所以它拿一个沙发 单人沙发给做了一下遮挡 这个挺好的设定啊 对等于红色呀 红窗帘红沙发也是对蓝色 大色主色调的一个点缀和补充 换下来的地板呢也没有扔 做了一个书袄架也放在这个阳台了 看到了这个特别的好 因为我们当时就03年入住进来 就是一个北漂嘛那种 你挣的那种特别少的工资一千多块钱 我们俩用就是挣了工资就买一样东西 挣了工资买一样东西 也挺幸福 对几乎就没有装修 这个说实话就是第一次我有一种真的装修的感受 对啊 理解 理解 我真的我特别理解 这个心情 他爸整天忙 我觉得有这个家 我觉得他能更安静下来 去饮茶呀什么的 更爱回家 对啊 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这个老规矩呢 还是打分 一百分要是满分的话 你们二位给多少 我给二百分 我一定要是满分 满分 满分 对 那我们就再给一个新规矩 比如说你们要用一句话 或者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房子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说的就是特别的温馨和亮丽 温馨亮丽 我觉得色彩鲜明 然后层次也分明 然后设计师给我的精神太大了 让我第一次有了就是一个自己 有一个完整的家的感觉 特别温馨 特别温馨 那个对家好吗 对家也是精细 是啊 你断定是精细 断定是精细 他不断定 他断定是秘密 断定是精细 好 那我们去他们家好吗 好 走 这次我的设计主题叫做天天向上 我希望为业主打造一个轻松 自然人性化的全新空间 在空间结构上 我把它的沙发墙跟电视墙进行了对调 这样使整个的人流动性非常流畅 视野比较开阔 它的这个餐厅区域 我做了整个多功能的位置数量 这样使它空间的结构和功能性比较完全 Linite我用的材料都非常环保 比如水泥美颜板 欧松板 使整个空间环境非常自然健康 我大胆的运用了铺蓝色跟明黄色的对比 使整个空间更有升级 希望通过我的设计 为业主增添幸福和快乐 他们的日子能够天天向上 我们都在一起 他是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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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 特别好看 B 一般好看 C 根本不好看 对对对 你先进屋玩会儿吧 好看你们俩了 你们的这个房子呢 名字起的叫做天天向上 因为你们刚刚添了一个小女儿 对吧 儿女双全 希望在这个房子里 在这个家里 你们的日子能够蒸蒸日上 天天向上 好 谢谢 那我们就看了 那边那个天蓝色 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对我来说重了点 重了点 你对蓝色的这个深浅度 还是有些敏感是吧 也不是 就是太抢眼了 那个蓝色太抢眼了 那你们家这个颜色更抢眼 你别吓我 我不吓你 不吓你 你说的是真的 没事 我还是挺喜欢蓝色的 好 来 那我们就看了 好 三 二 一天天向上 我的天呐 乾坤大螺仪了 大螺仪对 超出我的预期了 完全超出我的预期了 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更浓 你天蓝还要浓呢 这个颜色正 你看这边墙 石灰 叫水泥美颜版 我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灰 很有质感的灰 这个它上面有细小的微孔 所以它呢 在空气潮湿的时候 会往里吸水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 就是广告钉 锚钉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问的是 李师为什么没有加那个钉 他说如果加了那个钉的话 就不太像家有点太工业化了 所以他就留下 好好好 那我们每次都是放在那儿 很紧 那就显得很不专业 对对对对 挂起来 既有展示的作用 不是很卫生 我还跟设计一提 我说我要集什么 休闲 娱乐 喝酒 喝茶 看出于 我们的要求挺多分的 多工横厅呢 但是没想到设计师这个 起身要想真的跟我们实现了 它这块主要的想法呢 其实是源于你们家 原来这套餐桌衣 这套餐桌衣 应该是老鱼木的 对吧 老鱼木的 是我特别喜欢的 非常好 但是说实验 放在原来你们家的环境当中 显得没有关联 对 比较突兀 对吧 现在呢 它以这个作为设计的 一个点吧 那么现在用的是 非常环保的这个欧松版 颜色呢 跟这个非常的接近 同时也是自然材质 好 这是我喜欢的 我们设计师 我喜欢原木的自然的本色 对对对 然后呢 你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波浪型的 这样的一面墙 发现了吧 所以它会显得比较灵动 除了展示杯子 放酒瓶酒具之外 嗯 可以放书 对 放碟 放什么东西 什么都可以 都一体的 一体的 真的是一体的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你去做一下 它其实没有怎么做出来的 不就是一个板 就是一个板加个垫子 去试试好 我来试试 它舒服了这个地方 那么这底下呢 也可以储物 这底下有个格子 哦 有格子 有格子 你可以往里放储物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 就放这个就够了 想拿卡吗 可以拿玩具 你可以放你的孩子的什么小球啊 积木之类的玩具 天哪 这个花是真的吗 当然 你摸 这是球形菊花 球形菊花 你看它是球形的 对 球形菊花 对 马蹄莲 预金香 知道为什么用黄色吗 跟蓝色产生对撞 但是像这样 饱和度这么高 这么明亮的颜色 在空间当中 就基本不可以大面积的使用 只能用于提亮 靠垫 花 还有那边的玉金香花 都是起到这个作用 因为女的比较注意细节 特别注意细节 特别录 那是个小书架 对 就是一个小展示的小图 我们以前只是电视柜上 很生硬地放两个照片 然后你看灯 那边的这个主灯 像个八爪鱼一样 对 因为你们家是儿女双全 你们儿子已经都九岁了 所以他希望给男孩子 一些富有张力的那种 视觉上的感觉 没有用比较普通的那种灯 那么这边餐区的灯 用的就是我感觉有点点蹄 天天上上 有点那种上的那种感觉 阶梯状的那种 然后那边的轨道灯呢 实际上是专门 为后面的这个大柜子 而量身安装的 就是你要上面 有一些展示作用的时候呢 稍微给它一点光 会显得比较立体有层次 每个方式都很清晰 是吧 每个细节都非常的清晰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仙长 然后给你餐区加了两把椅子 加的这两把椅子呢 就是有点北欧风格的 但是它也是有呼应的 这个木质的这个靠背 哦 那是花纹 木质的花纹差不多 你刚才看到这个花 这个花非常漂亮 它插得非常好 非常有感觉 真的是 设定师本人呢 平常也喜欢 就是做一些花艺 就插花 那它呢 之所以在你的房间里放了两个比较大型的 这个仙切花的这个花艺呢 是想让大家有一种概念 引入家居 就是生活美学 确实是 可能就是一小瓶花 可能体量都没有这么大 但是它出现在你的生活空间里 就会显得你的生活特别有情趣 特别有品味 是的 是这个意思 好吧 那我看看还有什么新发现 这个是画板吗 这个也很特别 这是画板 你家儿子 随便画画 对对对 你家儿子以前不是在墙上画 随便乱画 乱画 发现了吗 这是单家出来的 是的 这个墙是单家的 对对对 你这个门框变窄了 对 而且这个砖我也喜欢 什么砖 就这个白的 然后这个随便擦就行 你看这不就是黑板吗 哎太好了 随便擦了就行了 跟你跟红小说 以后要在这儿画 然后老二长大了 老二在这儿画 也可以在这儿画 然后这边的这个沙发 也是一个深蓝色的 嗯 颜色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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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对 坐一下试试这个沙发 好 我都不忍心做 别这样 像要是做成了那种 你不忍心 舍得用 那也是失败的 好舒服啊 很舒服 比我们以前的 我们以前特别生硬 有点生硬 对 只有两个颜色 就是白色和这个家具的颜色 而且都不搭配 一点都不协调 没有设计感 孩子的活动空间 那现在就是完全给你一个 可要可不要 就是所谓的可要可不要 就是如果你有了足够的空的面积的话 那么孩子就可以在这儿跑啊爬啊都可以 十个月嘛 应该是刚开始雪走路或者是攀爬的时候 对 那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帐篷 给他制造一点点童话的感觉 小木马等等 这都可以实现孩子的活动去 对 我可以坐在这儿 然后二老婆可以翘在这儿 对啊 那就是一个 还可以 敷个躺着 那就是一个 然后呢 女儿在这儿玩 然后儿子在这儿画画 他感觉太舒服或者喝酒 很美的鱼画 很美啊 你说一定要能喝茶 在这儿 对对对 这个我也跟设计师说过 我和希望一些 这个是不是可以拿起来的 应该是的 它是一个隔着 哇哦 这是成套的 我们俩吧 比较喜欢这种木质的感觉 但是呢 我们俩就属于那种 没品味 一下买的全部都是石墨的家具 特别难看 没想到这些精致的小摆设 很点缀性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灯 太好看了 太有艺术感了 非常有张力 对 非常有张力 很有张力 全在看出我们的预期了 你知道吗 你们 其实我觉得 设计师最终选择了 这个颜色和黄色的对撞 是源于你们的那张 全家福 你的裙子是黄黄的 你的T恤衫是这样的 这个颜色的 说蓝不蓝 说绿不绿的 这种颜色是吧 这照片 设计师怎么得变出来的 不是吧 你没给过它 我没给过 待会咱们问问它 好吧 好神奇 我以为你给它 我没给过照片 设计师没跟我说 一点都没有 而且他这些照片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些啊 对 都是我很喜欢的 这给你做成了一个 这种形式的 真的啊 哈哈哈哈 给你灌我 对对对对 为什么一进来 我就问洪晓 你是不是少先队员呢 啊 你干脆是少先队员 在进内队员 对对吧 嗯 对嘿嘿 来来来,让爸爸给你示范一个哄哄来,走! 这个呢,就是你的一进门的鞋柜和储物柜 让一来它的体量比较大 中间这儿能放一个盘子,比如放一些钥匙 对对对,想的很周到 我以前的鞋柜是从上到下整体的,白白的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他给你改成中间有一个空格 对,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跟我开玩笑 说那你这些钥匙放在里面,你不做两个抽屉 我说我不懂啊,我哪这样做抽屉啊 这样一来的话,就有点植物的点缀,又可以放这个东西 对,就可以放这个东西 很方便 来呀,出来呀,还有我们红队的 好,来和选手 谢谢,谢谢,谢谢 真的是,真心感谢 你从哪里面给这些照片 太棒了 就是我从姐姐的手机里面 我把她的朋友圈从头看到尾 然后看到她们一家人 从没有宝宝到有宝宝 然后自己的心动历程 然后就特别感动 然后她们一家人,我特别选了那个 我今天刚刚进去了 好有心,好有心,真的是 看到她们就追加思考在海边玩的时候 我就感到特别温馨 所以把那个拿出来 还真是朋友圈 真的是朋友圈 太有心了 他非常用心啊 对呀,对呀 来来来,还有我们红队的选手 还有我们红队的设计师 来,红小,无限都过来了 今天呢,我特别的高兴 因为这一次入选 我们节目的两个家庭呢 都是无限幸福 无限快乐 而且未来也是无限幸福 无限快乐的 大家说 对 对 好好好,开好了 节目结束之前呢 还是要特别感谢有家有爱 有欧派欧派家居集团 给我们提供的家庄基金 另外呢,我们呢 也为大家可以提供了家电基金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说那句话啊 无限,用无限大的声音好不好 红小,用你的,红亮的声音好不好 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交换工店 来吧 交换的空间 情感的故事 让个勇气客家的房子 你家有我庄 你家有我庄 我家有你庄 只要别和从前一样 一起来吧 来体验吧 用你的双手 去感受它 去感受它 三十八小时 你时光了 替你过去的家 画一个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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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电钻网网相当 满天尘飞扬 每个人都是一个花脸帮 你家长漂亮 老两口的心愿 想替女儿完成一个心愿 等她们从青海回来之后呢 给她们一个惊喜 小两口的矛盾 看到一些不对称的东西 凌乱的东西 比如说会心里比较紧 可是很甜蜜啊 你没感觉吗 两位年轻设计师的首次挑战 紧张死我了 意外 在这颜色完全就两点 惊喜 红队要知道了 你怎么感激你啊 感动 下期交换空间 和您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